70歲的曾智偉曾經的風雲人物 現在卻陷入了前所未見的混亂之中 先是緊急被送往醫院 不僅面容潮水還一臉疲敗不堪 更為震驚的是 曾智偉疑似入股免不詐騙集團 有片粉絲投資的新聞 一時間網友議論紛紛 難道這個風流人物曾智偉真的病入高荒了嗎? 他與免不詐騙集團之間又扮演諸何種角色? 許多疑問困擾諸民眾等待著他的回應 電影孤注一閘的上映 令人一提到免不就感到畏懼 擔心自己會被騙的一無所有 畢竟 這些真實案例實在太殘酷了 遠比電影中掩飾的更加血腥和殘暴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香港KVB董事長曾智偉 其實早已和免不詐騙集團有關聯 這樣我們更為震驚 原來詐騙離我們的生活如此近 有傳言稱 他涉嫌入股免不一家名為行星集團的詐騙集團 並捲入金額高達20億港元的案件 一時間 曾智偉是否真的遷染了灰色產業的陰影 還是僅僅是傳言惡以抹黑 令人充滿疑慮 香港警方實除了對曾智偉的任何調查 但公眾的質疑聲依然存在 究竟真相為何 讓我們來深入探究者氣轟動一時的飛聞 關於曾智偉涉入免不詐騙集團一事 可以追溯至2018年 當年曾智偉曾出席過一家名為行星集團的公司 在免不舉行的開業展彩儀式 行星集團旗下擁有賭場、娛樂場所等業務 主要面向中國內地和港台地區招攬客戶 行視作風頗位高調 曾智偉在開業儀式上 還為百某綠製料視頻生日祝福 並在社交媒體曬出與百某的合影 公開稱呼對方為老闆 事後外界懷疑曾智偉與陳某關係匪遣 甚至入股了行星集團 畢竟以曾智偉的身份地位 無緣無故出席一個幕後可疑的公司活動 已經頗為契竅 再加上與公司高層過重生物 更令人覺得是有邪靈 隨後行星集團被曝光涉嫌從事跨國集片活動 主要針對中國內地和港台地區的投資人 該公司聲稱 會給投資者提供高額回報 但實際上大多是開架承諾 不僅如此 行星集團還涉嫌利用投資人的身份資訊進行洗錢 據稱 該公司與面不當地的武裝組織 有千絲萬流的聯繫 互相提供保護傘 在種種跡象暗示行星集團參與下 曾智偉是否也捲入其中成為外界高度關注的焦點 尤其是有傳言稱 曾智偉不只是入股行星集團 還直接參與了集片活動 涉及金牙高達20億港元資據 一時間曾智偉是否真的成為跨過犯罪集團的一份子 還是僅僅是無端的誹謗 還說紛紜 針對種種猜測與傳言 香港警方已作出正式回應 否認針對曾智偉進行過任何調查或拘捕 曾智偉本人也沒有對相關傳聞進行解釋或澄清 可以說目前為止當沒有任何擴作的證據證明曾智偉參與了行星集團的非法勾動 如今曾智偉遭遇了身體上的突發情況 甚至近日被網友曝光 70歲的曾智偉面容潮緒 被身邊的人送上了救護車並送往醫院 對於曾智偉送醫的消息傳出後 很多網友拍手叫好 他們認為曾智偉沒有道德底線 曾經傷害了許多女性 如今環與免不有關聯 雖然網友們強烈的關注此消息 但大家對具體情況一無所知 有些人迫切想了解曾智偉的健康狀況 於是直接聯繫了曾智偉的女兒 曾智偉的女兒曾寶儀出來回應到 父親的病情只是因為過度飲酒導致的 引發了病發性動脈瘤 但通過安全手術已經無大礙 曾智偉這位風流一生的人 身體早已是愛強中肝 再加上長期於酒的不良症狀 患病也並非意外 畢竟她已經到了70歲高齡 而她的女兒曾寶儀也已經50歲了 卻仍未婚 多少是受到了父親風流氏的影響 提到曾智偉的風流氏 曾是三天三夜都說不完 而最讓人記憶深刻的幾件事 還得是曾智偉摧毀了19歲少女余善文的尊嚴 強行灌醉藍結英 並與之發生關係 使她陷入沉重的抑鬱 並最終以自殺告終 眾所周知 曾智偉以其忠欲的行徑 以為人肅知 然而 她竟然毫無顧忌地傷害了 剛進入娛樂圈的年輕女演員 諷刺的是 曾智偉憑植這部電影 成為影視圈中響當當的人物 余善文假氣真做的事情也被人捅出去 難以想像余善文當時得面對多少流言飛魚 最終消失的職業 真是讓人悲虛 當網友曝光余善文的遭遇後 輿論立刻掀起了波蘭 儘管如此 曾智偉卻一直固執地聲稱 我以為她只是太過沉浸在氣中 直到輿論不斷升溫 曾智偉才勉強同意伸隨敏感的氣氛 究竟這件事情的真相如何 作為導演的曾智偉 怎麽可能對此毫無察覺呢 直到多年以後 再一次走卓上 曾智偉才揭露到 如斯文的事件實際上 是我為了達到劇情真實效果 而精心安排的一齣戲 這一瞬間令人心感嘻吐 甚至藍結英也是曾智偉傷害的受害者之一 當初他們之間嗜好有關係 而曾智偉以其有身份地位的角色 為藍結英的事業提供了很多幫助 然而再一次走卓上 曾智偉開始對藍結英進行強行貫走 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在藍結英沒有意識的情況下 他強行與他發生了關係 這一節讓許多人感到意外 正如足語所說 兔子不吃窩邊草 當藍結英察覺到自己身體的不適時 曾智偉仍然毫無故忌地繼續他的捍衛 然而對於這種被侮辱的情況 藍結英無論如何控訴曾智偉 都沒有得到任何解決 因為沒有人願意得罪曾智偉 這隻是曾智偉種種不軌行徑的冰山一角 讓人們真正認識到他風流成性的事情 還要追溯到他在某檔節目中脫掉女明星的父子 2008年 歡樂門東華正在緊羅脈谷地準備中 而曾智偉對手如命 趁著無人注意時喝了兩杯 然而回來時他已經冥頂大罪 他竟然一身手直接捨下了憂海敏的父子 讓在場所有人都吃驚不義 曾智偉看不下去 並試圖阻止這一鬧劇 卻差點也被曾智偉捨下父子 最終在曾智偉被曾智偉連續捨了兩個耳光後 他才清醒過來 這橫目完 就連曾經風靡一時的曾智偉周冬雨事件 都是曾智偉自己走後吐真言 透露給走賽上好有的他透流周冬雨被他碎過 一時間網友對此也是議論紛紛 而周冬雨在娛樂圈的形象 本就不具備可信到和威嚴 經常被傳聞以身體換取資源 當時曾智偉更是圈內的大人物 風頭無人能的 儘管事後他們匆忙澄清 這隻是無稽之談 但網友早已動色內情 曾智偉的風流史 掩然已經成為圈內的重量級人物 一直雙面紅的他 對待妻子和女演員更是愚出一切 這才是最讓網友心戶痛絕的地方 1972年年僅19歲的曾智偉就把黃美華取進家門 這本該是一段佳話 但曾智偉卻在身分之夜讓妻子獨守空房 自己跑出去和兄弟們鬼混 即便如此 黃美華也只能引氣吞聲 追溯兩人的姻緣還得是曾智偉一次愛出行曠時 看見一位長相特別漂亮的女孩 也就是黃美華便開始追上去打招呼 並通過自己的魅力來夫和女孩芳心 當時曾智偉只有15歲 而黃美華更是少他4歲 奈何當時的曾智偉可謂是情有獨鍾 一直糾纏著他 直到他22歲時 年滿18歲的黃美華成為了他的妻子 呼風喚悅的能力也是得益於他的父親曾啟榮 其父正是當時的警署警長 更是著名足球隊隊員之一 因為曾啟榮的位置過於特殊 以至於他常年黑白兩道通吃 而曾智偉更是在他的帶領下長大 曾智偉對學習沒有興趣 他的主要活動就是隨父母四處享受美食和美酒 無論他們去哪裏 曾智偉都會跟隨 父親的潛移物化影響讓他成長於黑白兩道之間 目睹權力和利益的較量 這個斥炸風雲的人物給予了他成長的無限機會 正因如此 曾智偉在身份之夜上演了一出鬧劇 黃美華不得不順從 架給了曾智偉獲許他這樣做 是為了保護自己和父母 無論曾智偉做些什麼 他已經不再有所期望 黃美華深知自己之所以架給曾智偉 僅僅是被曾啟榮的地位所迫逼 無奈選擇了他 不久之後 曾智偉的大山倒塌了 因為曾啟榮涉嫌貪腐 而被香港廉政警署通緝 看到曾智偉的崛起和曾啟榮的倒塌 黃美華開始籌惑自己的小計劃 曾啟榮失勢後 黃美華決定與曾智偉離婚 當時曾智偉正沉迷於煙花流行 因此答應了離婚 但善題得是正身出戶 於是黃美華便留下兩個女兒離開曾智偉 儘管曾啟榮已經跨台 但他確保曾智偉事業精精日上 不僅讓他再黑白兩道由因有餘 還讓曾智偉在娛樂圈有了一席之地 黃美華的離開 正好給了曾智偉迎娶新妻朱石珍的機會 這位女子與眾不同 至今仍坐穩曾智偉身邊的合法妻子地位 因為他追求的東西很簡單 榮華富貴和資源 而曾智偉所追求的只是自由 於是他們開始各自過著芬繁的人生 由於曾智偉忙於事業 將兩個女兒送給母親照顧 自己則重情享受 朱石珍給他生了兩個兒子 家庭幸福美滿 同時 他在娛樂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他不僅收獲了眾多影視獎項 還一舉當選為香港影協會場 前有黑白兩道的身份 後有演員和導演等多種角色 同時 廣州政協會及香港電視廣播公司 都是曾智偉的天下 從曾智偉的事業發展來看 他的權力涉及各個方面 幾乎統治香港娛樂圈的他 為自己紛繁的生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曾智偉的一生榮譽與風流交織 令人參目結舌 雖然演藝生涯光芒四射 但也籠罩著一些不光彩的私生活 人品一度受到質疑 雖是風靡一時的重量級人物 確實算不上得高望重之輩 如今拖著疾病前身的身體 引發了廣泛的擔憂 深陷與面不瓜葛的風波 真是令人欺虛不安 名人不僅要承擔光環 還要承受更多的關注和責任 不管怎樣 只有真相大白 才能解除人們的疑慮